特斯拉最近很不顺 接连发生连续车祸 Model 3延迟出货 高阶主管离职 让媒体接连不断的报道 也危及了这一家汽车制造大厂的形象 不满媒体夸大对特斯拉的负面报道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在推特宣布 将成立一家叫做Pravta的新闻评论网站 让读者们自行评价新闻的真实性 与记者编辑的可信度 Pravta这个名字 其实是参考了前苏联 跟俄罗斯国家媒体真理报的名称 寓意是真相与事实 马斯克也在推特上给网友投票 让他们表达对创建一个 对媒体可信度评价网站的看法 有88%的网友表示赞同 而有12%的网友表示反对 事实上 马斯克对媒体的不满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根据华尔街建文的报道 马斯克除了在去年指责媒体 对特斯拉进行不实报道之外 更在本月初的特斯拉财报会议上 怒骂质疑无人驾驶技术安全性 和放大其危害性的媒体无耻 并批评相关的报道 不负责任 如今马斯克自己跳下海 成立新闻评论网站 也希望能够成功挽回特斯拉的声誉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刘欣整理报道